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来大圣丸也没必要冒险去摧毁木叶 但主要原因还是为了得到佐助 大圣丸也说过 本来我想能得到佑的身体也没那么多事 可惜那是无法实现的梦想 因为他比我还强 而佑到底有多强呢 强大到一招秒杀卡卡西 在大圣丸摧毁木叶计划失败后 佑和鬼角就潜入了木叶 他们此次前来的目的是为了抓捕九伟人助力名人 当两人刚进村子就被卡卡西发现 卡卡西便让阿斯玛和红去拦截两人 双方刚一动手 阿斯玛就被鬼角打伤 而红使用幻术迷回佑和鬼角 被佑反弹而伤了自己 这时卡卡西赶到支援 本以为还有一战的可能性 没想到佑单手快速解忆 直接攻击卡卡西 还好卡卡西有血轮眼看穿了佑的人数赶紧防运 接下来佑也不客气 说道卡卡西 让你见识一下血轮眼的真实实力 随后使用出阅读 卡卡西本还想用血轮眼对抗一下 可惜毫无还手之力 直接中了幻术 在梦境中卡卡西被佑用刀子捅了三天 可遭了罪了 随后回家想要杀了三人 阿凯及时赶到解了围救了三人 佑看到阿凯来了 赶紧带着鬼角撤退 接着又和鬼角来抓捕名人 左助听到哥哥进村的消息也赶来了 左助看到佑就发动千秒想要干掉佑 可惜脑力太弱被一招制服 左助还不服气上去就是干 结果被佑一脚踹飞狠狠教训了一把 此时自来也赶到救了左助 并想用大蛤蛮的胃干掉两人 又一看有危险发动天杖 破开肉壁和鬼角逃了出去 这时阿凯感到 搞笑的一幕出现了 阿凯把自来也当成了敌人 一脚踢在了自来也的脸上 而接下来 自来也为了保护名人决定带他去修行 临走时阿凯还送了名人一件紧身衣 名人和自来也踏上了修行之路 本期互动话题 你选中的人物能打败佑吗 手艺截图或按下暂停键 选中图片快来告诉我们你的答案吧 空间有更多精彩视频 欢迎大家学去观看 记得关注我哦